音人海分於去年底生下女兒 現在除了忙著照顧寶寶也要兼顧工作 日子過得充實且忙碌 既然她在下班途中意外在地上看到一支手機 一開始還很猶豫要不要撿起來 但因為擔心手機在馬路上 很容易被車輾壞 最後還是決定撿起來 她撿起來手機後 先是透過Siri 撥打給通訊路中的爸爸和媽媽就不需要解鎖手機 也能聯繫上施主的家人 起初都沒有人接聽 隨後媽媽回了電話 才知道施主是旁邊補習班的學生 隨後海分將手機機放在超商 讓施主的媽媽稍後來領取 還多跑了一趟補習班 詢問是哪一位學生遺失了手機 並在信封上注明了領取手機的資訊 請電源確認後再交回手機 防止有不安好心的人來冒領 事後海分發問向施主喊話 吊手機的同學要用功讀書 爸爸媽媽一定很疼愛你 不要辜負他們的期待 跟校圈同學手機比自己的還高階 讓網友們紛紛留言校圈 好人一定會有好報啊